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Mina 今天带大家看一个户外的看房视频 这两天刚好陪客户去那个小区 然后就拍了一下 这个小区之前我有拍过 是在琪诺刚山上的一个小区 这边大概居住面积是3000尺到5000尺之间 之前我有拍1号和3号户型的 今天带大家参观一下更大的4号户型的视频 我们现在位于Hughcrest小区样板房4号的外面 那让我们先环绕一下参观一下四周 那今天的天气是非常好的 天气非常温暖 而且山上并没有什么风 旁边可以看到一栋一栋正在施工的房屋 那这一些正在建筑正在施工的房屋 即为我们所受的下一期的房源 这个小区一共有76栋都在山上 每一栋都有很大的占地 并且享有不同的不同角度的山景 那4号户型呢 它的尺寸是4971尺 那目前4号户型呢 还有移动在寿 这个户型呢 为双开门的设计 并且门上有座窗 就是提高了这个进门的这个举驾的感觉 显得更加大气 那左边延伸出来的这一块呢 样板房把它做成了游戏房 右边呢 为车库 4号户型呢 为三个车库 那门前呢 它这边只有喷泉 那一个很好的客人告诉我 在别墅的门前放活水 是一个非常好的兆头 那进到里面呢 让我们使用广角镜来参观 那可能看得更加清楚一些 那进门右手边呢 为楼梯 旁边呢 有一个可以放大衣的储物空间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这个小区的双开门 其实双开门的话 平时可能只使用其中的一扇 但是如果要搬大件的家具的话 那这种双开门其实是还很方便的 那么左边转进来呢 就为我们的正餐室 那转到侧边 刚才我们在我们外面看到 这边有一个游戏室 让我们转进来看一看 其实这边的游戏室 旁边是带有一个powder room的 也就是半个洗手间 就是可以使用洗手间 并没有淋浴或者是浴室 这一边呢 设置出了一个办公室 并且精心做了一个文件的橱柜 就是其实这个房间 也是可以做卧室的啦 只不过要满间 把它作为可以放文件的柜子 来做办公室 其实这样想的也是蛮仔细的 一般来说呢 新房小区的地税都会非常贵 可是我们所在小区的地税呢 是非常低的 它的特别承建税 只有700块钱每月 那Hewcrest公司呢 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和金钱 去跟政府协商 才把这个地税降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的物业费 HOA呢 是照比其他小区稍贵一些的 为583块钱每个月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物业费 有好大一笔钱 都花在了去维系山上的防火带上 那大家都知道哈 加州的山上 有的时候会起山火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小区呢 维山上 附近可能还会有一些 野生动物啊什么的 所以说 物业为了防止山火的发生 就在各个居民楼旁边 铺置了防火带 所以说这个物业费 有很大一笔钱去做了维护这个防火带的设施 并且这个小区呢 为一个铁门 电动铁门的小区 所以说是非常安全 并且安静的 那正餐室这边呢 也有设置一个双开门 外面呢 也只有活水 在选新房的时候啊 不只要选户型 选一个好的地段 一个好的地块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现在我们参观的是它的中厨 那这边这个中厨呢 虽然只有一个炉头 但是我们中餐也是够了哈 两边门一家 做比较大油烟的菜 就可以躲进这个中厨来做 不会弄得满家都是那种油烟味哈 那刚才我说到选房屋 要选到一个好的地块 不只是要选朝向 也要看地的形状 还有看占地的大小 那大部分新房 样板房呢 只是作为一个参考 一般来说 新房的院子 发还给你的时候 院子后院可能都是我们所称的 Dirt 也就是泥土地哈 那如果要做各种样的原意的话 需要自己做处理 这边呢 有一个储物空间 这一个房子 占地很大 面积很大 并且有非常多的储物空间 任你有再多的杂物 任你有再多的杂物 也都装得下哈 那一进来呢 就是我们三厅联通的 客厅厨房餐厅 然后在客厅呢 这一边呢 还藏有了一个 类似于岳母房的 但是却不带 独立出入的一个空间 那这个空间呢 带有自己的居住空间 带有自己的吧台 然后带有自己的卧室 以及洗手间 其实这个空间呢 可以把它当作为 第二个主卧 虽然面积不大 但是比如说 几代同堂的话 家里面的另一代 住在这个房间也是 其实是很方便的 并且楼上楼下 具有一定的私密性哈 那说回到这个小区 这个小区呢 大概有12345 一共是五个户型 那它的尺寸呢 是从3452尺到5342尺 那么3452尺的 一号户型呢 我之前有发过 小伙伴呢 可以去看一下 目前一号户型呢 还剩两栋 那最大的五号户型呢 为5342尺 是五到六房 五点五到六点五个洗手间的 那这个新盘 我还喜欢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每个卧室 都配有洗手间 这样非常的thoughtful哈 用起来 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那这一个小区 它的占地是140acre 140英亩 然后有76栋房屋 那平均的每栋的占地 是8000到29000尺 所以说刚才可见 选占地的重要性哈 不只要选一个好的地角 有好的景色 并且要有相对大一点的占地 而且平整的占地哈 那看看这个院子 这一边有做BBQ的石灶台 相信每家的男主人 都非常喜欢户外的这种 这种感觉哈 可以在户外烧着BBQ 喝着啤酒 招待着自己的朋友 做自己的party哈 那这个样板房的院子 是做的还是蛮漂亮的 有园艺 有花草 然后有浪漫的小灯 还有阳光房 有花架 还有必要的烧烤炉 那么奇诺岗这个城市哈 位于洛杉矶的东部 那奇诺岗呢 它本身有九九大华 有Casco 然后有很多老美超市 然后它的雪区呢 是非常不错的 那华人呢 非常喜爱奇诺岗这个城市 那奇诺岗在山顶呢 有不同的几个 就是类似于这种豪宅小区啊 有那种九几年的 也都是一两百万的豪宅小区 并且有06年的 那个高尔夫球社区 那这个就属于目前 在奇诺岗最新的豪宅小区了 那山上呢 是非常的安静 景色宜人 房子 占地非常的大 设计呢 又非常的现代 非常的合理 那在这边呢 其实是度假呀 自住啊 投资啊 甚至是养老啊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从院子参观回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厨房对着餐厅 对着院子呢 其实大大的加了采光 那这一边呢 五号 五号户型 它并没有做样板房 但其实它的五号户型呢 是更大的 那我们现在参观呢 这个是四号 它是四千多尺哈 五号为五千三百尺 那它在客厅这一边呢 多了几扇窗户 你看我们这边 四号为两扇 五号呢 为四扇窗户 可以想象 四扇大窗户的采光 那简直是了得哈 那让我们现在 一起去二楼看一下 那因为是疫情期间呢 我们买新房 其实来说 倒不像二手房 可以砍价那么多 但是买新房呢 我们还是可以去 跟建商讨价还价 去拿更多的 建商的装修升级 或者是 这和饭店一类的 那二楼呢 它这个户型 我还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 它的每一间卧室 都在二楼的一角 也就是说 二楼的四个角 每个角各一间卧室 二楼一共有四间 包括主卧 也就是说 每间卧室之间的 自密性和隐私 都是非常好的 那这一间次卧 它的尺寸也是很大的 你看它摆了一张 full size的床 但是显得 整个房间 还是非常的空旷 那这一间 给小孩子 可以摆下学习桌呀 还可以摆下一些 游戏区域等等 然后这一间出来呢 即为二楼的loft 那这边loft呢 也是简单的设置了 小书桌 然后 很舒适的 沙发 让人看见 就想躺一下哈 那走到 另一个对边 为另一间次卧 每一间次卧呢 都带有权位 并且你可以选择 是使用淋浴 还是盆浴的方式 但是这个其实就无所谓了哈 大家应该是主要关心的是 我们的主卧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么大的房子 主卧肯定特别大 特别亮 是不是 来让我们一起去楼梯的另一边看 那从这边呢 可以浮览到刚才我们进门的玄关处 那玄关处的高顶呢 让人一进门就感觉特别的开朗啊 豁然开朗的感觉 那主卧呢 是采用双开门的设计 那主卧双开门的设计呢 就是显得特别的大气啊 使用起来特别舒适 那可以看到 主卧摆下了King Size的床 很宽的床头过儿 还剩了很宽敞的空间 可以置办像酒店一样的沙发和小 小咖啡桌啊 然后并且放了大彩垫 那从这一边可以看看 邻居家的后院 其实这个也是另一间样板房啦 我之前也有拍过 没看过的小伙伴呢 也可以去看一下 其他样板房的视频 那目前呢 一号四号五号 还有三号都有在售 二号呢 已经卖光了 那感兴趣的小伙伴呢 也可以随时咨询 那这一边呢 为后院 我们这一户的后院的景色 然后呢 旁边有山顶 那主卧的卫浴 是在侧边开门进去的 一进来呢 就是主卧单独使用的洗手间 然后呢 是现代化的法式浴缸 并且有男女主人的洗手台 是相对的 那男主人的洗手台窄一些 女主人的带长一些 并且带有了自己的化妆桌 非常非常的 那从这一边呢 也是我喜爱的这个户型的地方 就是他送了一个 主卧的阳台出来 那大家都知道 在美国这个居住面积 是不包括这一些 外面的patio啊 或者是baconi 就是阳台这一系列的 所以说这一块的面积 其实是你免费得到的 那从这一边回去呢 就是我们主卧非常大的 这个卫浴空间 其实这个卫浴空间 也像是一间次卧的大小啦 就是这个主人房的占地 是了得的 那他这个衣帽间的尺寸 也是非常大的 并且他是男女主人 每人只有一边 每人都有自己的那个进门 可以进到 那里面是连通的 你可以从这边走到那边 也就是可以开个玩笑啊 就是玩个作弥藏的游戏 呵呵我在说什么啊 那就是这个衣帽间很大啦 可以放下很多的衣服鞋子 然后从这边出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主卧的这个卫浴 这么宽敞的空间 使用起来一定非常的舒适 那这边从主卧出去之后呢 转左就是主卧的洗衣房 那这个洗衣房呢 它还有设置水龙头窗户柜子 就是我们可以在这边 手洗一些不方便 积洗的衣服 然后转过去呢 就可以扔到洗衣机里 丢进洗衣机里洗来 就是洗洗涮涮嘛 那旁边呢 还有最后一间次卧 那这个四号户型呢 为四个次卧 一个主卧 一共是五房 然后每一间次卧都有自己的卫浴 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那它这个自卧也是 尺寸也是很大的 带有walking closet 就是不如十一毛间 好了终于参观完了 真的是很大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 QQ的小区呢 我之前有拍过 但是这个样板旁 四号户型我没有拍过 这个小区一共是76栋房屋 那目前呢 还剩六栋在出售 那它一共有五个户型 那我们今天参观的呢 是第四个户型 第四个户型呢 它是4971尺 然后它有很多个卧室 很多个卫生间 然后我最喜欢它的是 它有中厨 那一会儿我会带你去看 虽然就是说只有一个炉头 但是对我们做中餐来说 刚刚好 让你们可以把屋子油烟啊 那这个小区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景色非常地漂亮 非常美的山景啊 而且这个山呢 是一年四季都是绿色的 那小区这边的物业费呢 为户业费呢 为583块钱每个月 然后它的低税呢 是1.1的general tax 加大概700块钱的special tax 所以说低税还是挺低的哈 那这边的学区呢 也不错 然后这边房屋的占地啊 大部分都在一两万尺左右 就是说非常大的占地 那你可以在院子 随心所欲的做设计啊 做出来一个非常漂亮的院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